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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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怎么是你 你醒醒 对了 工作人员 都wać了 我记得刚才有人拉了我一把 可我现在怎么会在这呢 这是哪儿啊 宋谣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任何困难可以打给我 谢谢宋先生 难道是他救了我 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 你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 出什么事啊 我刚才又看见小成那个贱女人了 小成 怎么可能呢 他跟踪你来的呗 我一气追下 我就想开车吓他 我发誓我真的只是想吓一下他而已 你撞到他了 差一点 差一点就撞到了 后来宋谣出现把他给拉 给拉走了 宋谣 嗯 宋谣他看见你了吗 我不知道 应该没看见吧 李娜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再看见小成那个贱女人 千万别理他 懂吗 你如果撞到他了 不管是撞死或者撞伤 对我们都不利 我就是气不过嘛 你都已经叫他滚了 他还来纠缠你 你说他到底存的什么心吗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有机会纠缠我的 依我们现在的地位 根本没必要把时间花在他身上 懂吗 嗯 我知道 我自己都快被吓死了 好了好了 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我们现在回家好不好 嗯 你去谈谈怎么样啊 他们肯和解吗 你老公出面当然没问题了 解决了 嗯 我就知道我老公是最棒的 回家 你醒了 你没事吧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哦不用了我没事 刚才撞你的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反正我也没受伤 就不要再追究了 谢谢你救了我 我该走了 哎哎哎 这个包是你的 哎呀 刚才掉在地上 东西洒了一路 你看看一枚掉东西吧 不用了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谢谢 哎哎对了 这张纸上 写的是我公司的地址 这是你的吧 哦 是有一个好心的唐阿姨 她知道我需要工作 她说她的亲戚在这儿 让我来试试看 唐阿姨 她让你来找什么工作 收发室的行政助理 收发室的行政助理 这工作已经有人做了 没关系 本来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 谢谢你 你就这么走了 完全不争取一下吗 你可以说说你的优点 积极地说服我 或许你可以 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对不对 或者说你还想再回去做红酒销售 你 我还记得你 你 不记得我了吗 我记得你 只是我没有想到 会在这种情况下遇上你 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在想 也许你是来找我的 怎么 怕我心怀不轨所有人 不是 那现在正好啊 我们恰巧又遇上了 也算得上是有缘 不如你在我面前替自己争取一下 或许你真的可以得到一份 非常好的工作也说不定 来 坐 这么巧啊 你说上次救你的 就是宋氏集团的总裁啊 是啊 我上次拿到他的名片看了一眼就扔掉了 我也不知道会再见到他 华姐 怎么说人家也是救了你两次 你们两个还真是很有缘啊 对了对了 那个总裁长得怎么样 帅不帅 是四文型的 你都不知道人家什么年龄还这么多问题 也对啊 总裁肯定年纪很大很老了 算了算了 得了吧 人家年轻着呢 真的 那帅不帅 帅不帅啊 我怎么知道他帅不帅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人家是总裁 哪那么容易见到的 年纪轻轻的 就当了总裁 首先呢 他一定很有才华 其次呢 一定是很有钱的 华姐 不如你就跟他交朋友啊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找工作了 你胡说什么 本来就是嘛 对吧 美美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成华姐 是那种靠男人吃饭的女人吗 要是她愿意啊 她这些日子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不过那个宋先生好像对你有意思啊 美美的提议我赞成 美美 好了不逗你了 那你的工作怎么样了 她说 帮我看看她公司有没有合适我的职位 嗯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 还是安心找其他的工作吧 嗯 太可惜了 如果你可以在宋氏集团上班 一来你有了工作 二来 你跟那个宋先生又能进水楼台 说不定 嗯 说不定啊 再过一阵儿 你就成了总裁夫人了 你们俩怎么又来了 是不是欠揍啊 哎 如果能爱上总裁夫人的一巴掌 还能长点贵气呢 还说什么 那我就让你偷讲啊 来来来来 大家俩人了 还说 快解开了 喂 喂 我是宋杨 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了 宋先生你好 呃 很抱歉地告诉你啊 我们收发是已经找到人了 但是 我们总务处还缺个人 不知道啊 你愿不愿意去这份工作 真的 我当然愿意了 好 那就赶快来报到吧 哎 好 那我一会儿就过去 谢谢你啊 晚点见 再见 爸 妈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我找到工作了 而且马上就能上班 太好了 太好了 小花呀 这个真是太好了 你可要好好干啊 行 我先忙去了啊 小花呀 人家公司既然肯收留你 你可得好好干 抱大人家啊 我知道了 走了啊 路上小心啊 花 路上注意安全啊 程华 走那么急干嘛 来 这钱你拿着 你这是干什么 你出门在外不带点钱 像话吗 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你别啰嗦了 快去吧 我还要找我客人呢 总裁 您找我 这是成华 以后他就是你们总务科的人了 你好 你好 这位是总务科的高科长 你以后跟他好好学习学习 嗯 刚来第一天 悠着点啊 您放心吧 总裁 带他先去看看吧 好的 这边走 好的 再见 那 这就是我们总务科 管的事情很多 大事小事都有 小到一张桌椅的摆放 大到重要文件的校队 样样都马不轨 特别是整个公司的环境维护 全是由我们负责 所以我们部门是相当重要的 看什么的你 另外还要灰电脑 你会吗 一般的功能我都会 什么叫一般的功能 起码的文字处理 数据输入你得会吧 得有能力完成个主板 交下来的任务 这不就是一般的功能吗 哟 这就是总裁介绍来的人呢 是啊 这也不知道总裁在想什么 哎 你跟总裁什么关系 我跟总裁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他为什么让你来上班啊 大概是我来面试的那天 差点被车撞了 是宋总救了我 他跟我聊了几句 知道我急需一份工作 所以就让我来了吧 可站 这才不放心 前面来他不是总裁人吗 瞎叫我什么呀 跟进工作去 真疼 我说到哪儿了 哦 除了刚才的工作之外 我们部门还要负责接待工作 负责一些到访人员的接待 所以呢 我们部门就相当于 整个公司的门面 门面 必须得美观 大乐 得体 你明白吗 嗯 长得不行就算了 但这衣服 得稍微穿得像样点吧 我 我下个月一发工资就去买 下个月 你明天就得穿正装来 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闲钱 那不是我的事 没钱你去借去 反正明天如果你没穿来 那就不要来上班了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来 你的第一件工作 给我复印十份去 去啊 好 做事得小心点儿 自己看一下打的什么呀 连题目都打错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第一天上班你就敢这样 别人都在努力工作 你就不能学学吗 别以为你是总裁介绍来的 我就不敢动你 我照样的把你开除了 今天就给我加班打印出来 如果你还敢再出错的话 明天就给我回家 科长 你看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真的啊 特别透 是吗 我也觉得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下次带面膜来给你试试啊 真的呀 谢谢科长 高科长 请喝茶 你想烫死我啊你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那么没用啊 连被查都跑不好 你还想不想干了你 实在是对不起 再给你 你要的文件 这是你的 给你 你的 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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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